自從希臘回來 每次看到自己的車這樣前高後低 整個就不舒服了 今天決定了這一台貨下完回去高雄 我就要回去原廠把 底下那一片拆掉 這兩塊乾板把底下那一片拆掉 然後這個 這個定塊 在之前的車型是沒有這一個的 沒有這一塊 只有下面這個球連 所以到時候這個會把它拿掉 你可以看上面還是有痕跡的 現在這個距離鄧哭拉還是會去撞到 那我覺得我這台FM5跟FM4開起來 FM4感覺比較軟 我這台感覺起來還是比較硬 所以想說拆一片起來看看 然後現在這邊是19 這邊離地大概是19公分 前面是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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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改裝完應該會降低的 5到6公分吧 這是 最後的車高了 到時候啊 就是來測試一下 拆一片起來 整個車頭前面降低 對我的工作到底影響到不大 還有一片乾板 適不適用 會不會太軟啊 或者是有什麼問題 叔叔有練過的 小朋友不要學 然後我就是愛搞這些 把它拉近啊 跟歐洲一樣 就是要有這種實驗精神 來試試看 會有什麼差別 會好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但是就是要有實驗精神 什麼都把它試試看 現在來到BOBO了 然後 記錄一下這個 最後的高度 最後的高度 輪胎間距 26 前下巴最低點 24 正面下巴最低點 這樣 20 28 28左右 等待那個 改裝完成的時候 再來看看它的高度 然後VDS 其實 之前 大家都常常說 那個卡車為什麼 方向盤 會歪一邊 因為就是 關係到 空車跟重車 像現在這樣 如果兩片乾板 抽掉一片的話 方向盤一樣會歪掉 一樣要做調整 它這個 懸吊結構的設計就是這樣 拉桿在這裡 拉桿在恰咖 但是方向機是在車道上面 這邊會壓縮啊 所以會改變它的角度 載重法 重量可能會跑掉 到時候 前輪如果有去過棒的時候 一樣要做一些 從車子裡面做調整就可以了 拆下來了 然後 以及Moto 可能會太長 可能要換掉 拆成一片了 然後 乾板下來了 本來想說如果沒有辦法直接 在車上這樣抽下來的話 連消音器啊 還有那邊的電瓶座 全部要拆掉才有辦法 後來是不用的 可以直接抽 所以呢 少了很多的工程這樣 最終實驗的結果 沒辦法當帥哥 太低了 那個乾板已經落了 所以捏 計畫失敗 裝回去 哼 自己就這樣搞定了 嗯 車子都還沒下來過 就去去了 好啦 回家啦 裝回去吧 烏龍啦 最終呢 還是把它改回來了 喔 昨天 昨天 昨天就是這裡 已經把這個拆掉了 這個鎖上去 但是放下來 還是會 跟這個夾在一起 等於說呢 完全沒有 就是沒有那個 壓縮的空間了 所以一定要裝回來兩片 但是我那時候 就是 太心急了 其實 乾板上面有六號 其實那個時候應該要先去詢問一下 一片的乾板到底六號一不一樣 反正我就很急性 很想要變 結果落賽 最後還是要改回來 後續呢 看看吧 如果下一次訂車 有機會再訂車的話 如果不是選底盤低一點的 不然就是 看可不可以選配氣墊 不然這個高度啊 越看實在是 空車斗的時候 前高後低 OK啊 不要心急啊 不要心急啊 愛斌車 愛斌車 但是不要心急啊 不然就是像我這樣 開錢 要緊緊 連 降下來都沒有看到 因為那個 它下降的弧度太多了 如果要 就是要讓它落地的話 會非常麻煩啊 所以弄到 差不多尾段的時候 我直接叫師傅說 不用放了啦 鎖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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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